伊朗宣称正在准备下一次打击 美国加紧调整中东防御体系 按下冲突暂停舰后 美伊还将如何斗法 美眉披露击毙苏莱曼尼同一天 美军还试图暗杀另一伊朗军官 特朗普何以走出如此险棋 伊拉克下逐克令 美国断然拒绝撤军 博弈加剧 美国将陷入怎样的尴尬境地 军事制高点敬请收看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央视首档大数据军事节目 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播室呢 我们请来两位专家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宋小军老师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 唐志超老师 欢迎两位 刚刚进入2020年 中东局势就在战雨密布当中 我们看到首先是 美国暗杀了伊朗的高级将领 苏莱曼尼 而伊朗同时也开启了复仇行动 那么在双方的冲突 一触即发之际 我们又看到美国总统声称 要拥抱和平 而同时美国众议院 也要限制特朗普总统 对伊朗动武 似乎是把冲突边缘的美伊关系 往回拉了一把 虽然说警报暂时解除 但是积怨已久的美伊双方的关系 未来会怎样发展 又会怎样搅动中东的局势呢 在讨论之前 我们来看看各个媒体是如何的关注 接下来时间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今天的 媒体浪网台 好的 通过央视网提供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主要媒体对于这个事件的关注度 还是很高的 下面来看一下这其中最热门的五条评论 首先来看第一条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目前特朗普对伊政策都是极限施压 如果要达到特朗普希望中的结果 可能需要暂停对伊朗的某些经济制裁 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 而特朗普在声明中 几乎没有在外交上开放的迹象 特朗普也许是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 但这场危机的解决方案仍难以捉摸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9号下午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 以限制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不过民主共和两党对这项决议 是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存在争议 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在危难时刻 质询总统以哄骗敌人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评论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认为 击杀苏兰曼尼是一个毫无必要的错误 并可能最终导致美军撤离比拉克 接下来来看第四条评论 解放军报报道称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林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伊朗的报复行动有所克制 美国在大选之年也很难定下 同伊朗全面开战的决心 双方能否在军事上寻求有限的默契 维持脆弱的平衡将是未来局势的一大看点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评论 新华社的相关分析认为 美伊紧张关系升级的一个重要节点 出现在去年的5月 美国宣布终止对任何国家和地区 进口伊朗石油给予制裁豁免 伊朗对美政策由保持战略耐心 转为抵抗与报复 这就是媒体亮望台的全部内容了 沙晨 好 谢谢小叶的介绍 那从目前看来呢 虽然美伊双方都有意避免 这种军事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但是我们也看到 英国《卫报》分析认为 这一轮美伊之间针锋相对的报复行为 似乎也不太可能真正的结束 那未来这个冲突会不会继续的升级 在讨论之前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9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表示 打击驻伊拉克美军基地 仅仅是一场重大行动的起点 这场行动的规模将扩大至整个地区 而此前一天 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指出 伊朗军队正在准备下一次打击 路透社9号披露 美军此前已探测到伊朗全国各地的导弹部队 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但美国政府内部一直认为 伊朗更有可能攻击伊拉克以外的美军基地 因为伊朗在那些国家拥有一些有影响力的盟友 遭到袭击后 美军正在考虑调整在中东的防御姿态 但目前尚不清楚美军现在是否会寻求 在伊拉克境内部署爱国者 也不确定将调子何处 同时美国官员仍然担心 伊朗在中东各地支持的组织 可能会对美国发动袭击 8号美国政府通报联合国 它准备在必要时对中东采取额外行动 以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人员和利益 此外被回应伊朗报复行为 美国财政部1月10号宣布制裁伊朗8名高官 以及17家矿野公司 唐老师你看 现在似乎看出来美伊双方有这种意愿 就是不让冲突再进一步的加剧和升级 但同时也看到 比如伊朗国防部长 他说伊朗在准备下一次打击 您怎么理解它的这个下一次打击 这话我感觉可以这么理解 首先通过这一轮的这个博弈 可以 实际上双方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不让这个事情扩大升级 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但另一方面 就事情还没完 无论从特朗普要实现的目标 伊朗要实现的目标 都没有实现 特别是特朗普现在的重心要在伊拉克 要欧制伊朗 要让伊朗要缺服 伊朗它终极的目标 还是要希望给美国施加足够大的压力 让在制裁等问题上 让美国来做出让步 但美国现在没有退让步 所以他们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下去 如果说这个伊朗国防部长说的 正在准备下一次打击 它是会有一些具体目标吗 苏老师怎么看 就1月9号晚上 这一枚火箭弹落在伊拉克北部 这个美军驻扎的白莱德空军基地 这个会是伊朗呢 我觉得可能是个人 因为在这之前呢 我们知道就是特朗普讲话完了之后 马上就有两枚火箭弹落在这个绿区 对吧 然后伊朗的什叶派的民兵 人民动员力量的发言人 马上说这是个人行为 跟我们没有关系 当然这跟伊拉克的政治生态有关 因为在这件事情打完导弹之后 那么美国这个讲话降温了之后 伊拉克最大的这个政党的领导人 就是萨德他就也劝伊拉克的民兵 不要再去把事推高 那么这个期间呢 就把这个事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 但是个人你保证不了 因为毕竟人家的副总指挥 给打死了是吧 而且是在人家国土上 是正常的行走到机场接人 你给打死了 这个事还没说清楚呢 对吧 所以两位老师 我们看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杂志 也指出来 可能未来伊朗的动作会转入地下 进行这种所谓非对等打击 那么除了直接的军事对抗之外 伊朗手里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和武器 包括工具呢 接下来时间还是要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梳理 好的 导弹袭击军事基地 伊朗实施了以牙还牙的对等报复 我们梳理新闻和历史数据发现 伊朗还有多种多样的报复和反击手段 其中最极端的是通过水雷战 席船站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 两伊战争期间已经实施过 伊朗还曾因此引发与美国的军事冲突 但多数分析专家认为 这几种方式容易导致全面战争 美国著名战略咨询公司斯特拉夫 在内部报告指出 伊朗极有可能实施的报复手段 有以下三种 一 可能会对波斯湾和中东 其他地区石油基础设施发动攻击 二 指使在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 阿富汗和也门的代理人 打击美军目标 三 进行黑客攻击 而对伊朗 美国也制定过多版作战计划 海湾战争后 1002作战计划开始以伊朗为主要作战对象 并不断进行修订 据推算至今已经有14个版本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美军对伊朗作战计划也更新至 1002-18版本 据美国媒体披露 该计划包含美军夺取伊朗 胡奇斯坦省及若干波斯湾港口的行动 胡奇斯坦省不仅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产地 而且该省四地都有伊朗正规军和革命卫队的重要基地群 尤其狄兹夫勒以南的瓦达提基地 是伊朗空军F4E战斗机的大本营 美军打击的基地和港口则有可能包括诺杰基地和阿巴斯军港 前者位于离海南岸的名城哈马丹 从北面拱卫首都德黑兰 拥有两条跑道 可以起降战略轰炸机 战斗机和加油机 是伊朗空军二线集结中心 后者位于霍尔木斯海峡拐弯处 向西北就进入波斯湾 向东南则进入阿曼湾和阿拉伯海 伊朗海军几乎所有驱逐舰和潜艇都以此为母港 能够迅速切断海峡通行 如果美军先下手围墙 集中打击阿巴斯港 或许会毁掉伊朗舰艇的集结地 解除伊朗舰艇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危险 根据该计划 美军将派遣至多12万军人前往中东地区 但有军事专家指出 要真正实施该计划 美军至少需要投入50万人 沙尘 好 谢谢小姨的介绍 我们也注意到8号的时候 伊朗总统鲁哈尼也说了 就是说美国弄断了苏莱曼尼将军手臂 那作为回应 我们要切断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腿 唐老师怎么理解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腿 伊朗说切断 它的手段会用什么样的手段 从过去差不多大半年 伊朗现在采取的 针对美国和这些伙伴 采取的一些措施 看我感觉可能还是 主要是它地区的一些盟友 比如像沙特 比如在伊拉克 这些它的软肋 这可能是它的腿 孙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让美国撤军 因为在这个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在9号发表的最新声明当中 说这个 苏莱曼尼将军 他就叫劣势的鲜血的代价 最终的目标是要美国走人 因为叙利亚实际上 美国去年10月准备 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 那么2000多的美军当中 有大部分都撤走了 一共16个基地 后来又返回 说要找那石油什么的 实际上就6个基地 而每个基地都很担保 因为联合国认可的 这个叙利亚政府 是没邀请你来 对吧 你是最没有合法性的 所以这些人 你就相辉撤了 第二步就是伊拉克 对吧 170个议员投票让你走 推动这件事情 争取先在合法框架里边 让美国人 把这个美国人的腿切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还有一些 中东地区美军 比如说巴基斯坦阿富汗 也有美军 圣城旅给了很多塔利班武器 那他如果给塔利班钱 让轰美国人走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这不是说 用那种正式的常规武器 把你的腿切断 这一番美伊升级的 这种对峙态势 尤其是美军击杀了 或者说很多媒体 把它叫做暗杀 伊朗的高级将领 苏联曼尼 之前其实 美国的智囊 都给前任总统提过 这不是第一次提 是吧 奥巴马时期也提过 小布什政府也提过 但是那两位总统 都没有最后下这个决断 对 那为什么 就特朗普最后 下了这个决断 这也是美国国内 现在讨论的 很热烈的一个话题 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针对暗杀伊朗军官 苏莱曼尼一事 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国务卿蓬佩奥 一直在为此进行辩护 一口咬定 原因是被阻止 苏莱曼尼对美国 展开迫在眉睫的袭击 但两人一直 没提供任何证据 据英国广播电视报道 特朗普1月10号透露 苏莱曼尼当时 在策划新的攻击 目标可能是 四个美国大使馆 然而 蓬佩奥9号却宣称 美国情报机构 11号华盛顿邮报披露 在巴格达击毙苏莱曼尼的 同一天 美军还在野门 执行了另一项绝密任务 消息人士说 这一行动的目标 是伊朗军方高级指挥官 沙赫来 不过行动最后失败 另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这两次袭击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获得授权的 他还表示 尽管美伊两国 有一环和当前的危机 但沙赫来 未来仍可能会成为袭击目标 华盛顿邮报就此提出疑问 这两次袭击 是为了削弱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领导层 还是仅仅为了防止 针对美国人的 过在眉睫的袭击 苏老师你看 现在美国国内 美国媒体对于 特朗普最后下决断 来暗杀索兰曼尼 有两个形容词 一个说是突然 第二个说是极端 对 就在这里边 您觉得他身边的这种 尤其是鹰派智囊 比如说像蓬佩奥 这样的代表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蓬佩奥 确实发挥了 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苏莱玛尼 是从波斯湾 伊朗 然后伊拉克 到叙利亚地中海 这条总的 什叶派走廊的 总的设计师 加施工队长 对吧 如果没有他 这条所谓的 什叶派走廊 是很难打通的 因为他个人 很有外交魅力 跟这些人都很熟 同时他手里 还控制着很多 武装力量 对吧 可以灵活地调动资源 来打通这条走廊 对吧 他又是个 在现场的指挥者 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大家都知道 说这件事 把他弄了 是不是就走廊 施工进度就慢了 对吧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31号的美国大使馆 让他联想到 12年 惊爆13小时 班加西大使馆 对吧 这个特朗普 在讲话当中也说 说我们预先得到了 他要干 这个时候他来不及 在评估 这个射杀苏莱玛尼之后的 后效到底对他的政策 比如对他的大选 对他的2月10号公布的 2021财年的预算 以及所有的这些地区的政策的 得和失 最后叠加一块 是正数还是复数 来不及做全面的这种 就是大数据的推算 他没来及做 做了以后 那么现在浮现水面的东西 就是不断地大家在算 你的得还是失 是吧 现在是美国 复盘 复盘 那么显然美国众议院认为是失 马上就是止损 对 就是高票通过了一个 就是不允许你再对伊朗动武的 这样的一个议案 现在提交到参议员了 刚才提到了宋老师 就是美国国内 尤其是政坛在复盘 就是都在讨论特朗普 这样一个决断 究竟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是吧 而且现在从众议院的投票结果看 他们认为是弊大于利 对 那么接下来对于谋求连任 特朗普尤其是很关键的时期了 对于他的这个选举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接下来时间呢 我们还是要交给小叶 请他通过大数据 给我们梳理这方面的内容 好的 特朗普一意孤行 暗杀苏兰曼尼 招致伊朗打击报复 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是民主党强烈批评 并采取卑格措施 九号 在民主党的推动之下 美中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 限制总统特朗普 单方面做出发动 对伊朗战争决定的能力 此前 民主党的众多大佬 纷纷抨击特朗普 中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拜登 沃伦 桑德斯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表示 必须让特朗普政府停止无谓的挑衅 因为美国与世界承受不起战争 二 是军方内部存在分歧 部分官员不满被排除出决策圈 据美国媒体披露 国务卿蓬佩奥几个月前 就曾建议特朗普除掉苏兰曼尼 但特朗普并未点头 美国军方高层也多数反对 然而特朗普去年12月29号 在与蓬佩奥 防长埃斯珀和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会面之后 最终批准了暗杀斯兰曼尼的行动 埃斯珀严密封锁消息 并未征求五角大楼其他高层领导人的意见 这些官员在获悉暗杀消息后 感到十分震惊和不满 三 是高层决策被爆出混乱无序 防长埃斯珀成了最忙的救火队长 先是在美军是否从伊拉克撤军问题上 闹出了大乌龙事件 媒体曝光了一封美军发给伊拉克的承诺撤军信件 但埃斯珀随即予以否认 接着又替特朗普补播 1月5号 特朗普在推特上扬言美国锁定伊朗52个攻击目标 并涵盖伊朗重要文化遗址 这一说法涉嫌违反国际战争法而引发舆论哗然 埃斯珀不得不出面声明 美国会严格遵守战争法规定 四 是特朗普仍想继续玩火 但部分军方高层希望转移重点 美国新闻调查网站也受日报1月9号披露 特朗普近几日一再向身边顾问吹嘘 其暗杀苏兰曼尼的攻击 大大超过了奥巴马击毙本拉登 同时特朗普和核心竞选团队非常乐意 利用美伊走上全面战争边缘状态 进行大选活动 但当前特朗普告诉其身边人 他现在想稍微降低美伊对抗的温度 以免事件扩大影响其经济成绩单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特朗普你看美国有个政治评论网站 叫Real Clear Politics 它的一个最新数据 说6号特朗普的平均支持率 达到45.2% 17年2月以来的最高点 所以你看美国媒体 比如说华盛顿邮报 他就分析 可能特朗普是考虑利用 苏莱曼尼这样一个事 来转移国内民众 对他这个总统弹劾案的 这样的注意力 您怎么看 现在很难说是成功了 当然表面上看 好像把这个苏曼娜尼建军暗杀了 然后伊朗也没有做出太过分的这种报复行动 表面上看好像 好像是 但实际上现在 我感觉特朗普实际上 他失去的可能更多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 现在他对 现在美国这个 美国国内 特别战略界 包括政界 对质疑他这种 他的决策能力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就是 他的盟友们 可能对现在未来 对特朗普在什么时候 在他关键的时刻 能提供保护 是越来越怀疑了 特别地区的盟友 特别他的美军军事基地 造成这么大规模的报复 那虽然没死人 但是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 但特朗普也没有采取反应 但是他忍了 他忍了 所以如果是其他的盟友 他的伙伴造成了袭击 还能指望特朗普吗 但未来会怎么样地 发展双方的关系 尤其是对于中东局势 又会如何搅动 他的这种变量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据美联社10号报道 伊拉克看守政府总理 麦赫迪已要求 美国国务卿派代表团 前往伊拉克 商讨制定 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机制 但对此 美国国务院强硬表态 称任何派往伊拉克的 美国代表团 都不会讨论撤军问题 美军在伊拉克的存在 是长期性的 此外 据俄美9号报道 在伊拉克领土遭到美国轰炸后 伊拉克政府已经与俄罗斯接触 以恢复购买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谈判 9号当天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 伊朗总统鲁哈尼 与卡塔尔副首相穆罕默德 电话交谈讨论的地区安全问题 鲁哈尼重申 如果美国对伊朗 最近的军事行动做出回应 他们将收到更大规模 且更危险的回应 他希望 一生中犯了很多错误的美国人 不要再犯一个错误 卡塔尔副首相穆罕默德则表示 卡塔尔反对 针对伊朗的任何形势的局势恶化 我们看到美伊争斗的激烈或者缓和 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具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接下来时间还是要交一个小页 请他给我们带来梳理 好的 从各国的官方声明来看 美国在西方的朋友 英国 法国 德国 加拿大和日本等 纷纷呼吁各方冷静 避免危险局势的加剧 从撤军态度来看 北约宣布从伊拉克撤离部分军队 其中包括德国 科罗地亚 加拿大 目前只有法国暂无撤军运响 暂以强化对160名诸一军人的保护工作 英国首相约翰逊很直白地 对特朗普的暗杀决定表示支持 并呼吁伊拉克让包括英国在内的 国际联盟军队继续留在伊拉克 执行打击ISIS的任务 中东地区沙特 阿联酋 埃及 黎巴嫩和卡塔尔等国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埃及和卡塔尔的声明还隐含批评之意 部分国家不希望引火烧身 科威特武装部队司令部称 科威特并未向美国提供打击伊拉克的基地 卡塔尔外交大臣紧急到访伊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直接否认 比方参与了暗杀行动 反观伊朗这一边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扎里夫通话时表示 美国空袭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 叙利亚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说 面对美国的威胁和攻击 伊朗有权自卫 对此叙利亚向伊朗人民表示支持 亲伊朗势力则纷纷表示要进行复仇 当地时间1月9号 伊拉克民兵组织正义联盟秘书长哈扎里称 将为穆罕迪斯之死对美国进行地震级的回应 其程度将不亚于伊朗对苏兰曼尼做出的回应 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第一时间站出来发表讲话 痛斥美国的谋杀行径 并威胁美国驻中东地区部分部队 将为苏兰曼尼之死付出代价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唐老师你看在美国这次暗杀了苏兰曼尼之后 整个中东的局势应该说又被搅动起来了 那怎么看待这些国家在这一场博弈当中 现在所处的位置和包括他们想发挥的影响 看到也许一些国家 对伊朗 实际上是对美国的政策 实际上是特别是我们这些土耳其 像埃及 像阿曼 像卡塔 他们实际上对这事情还是发展很担忧的 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 对美国的政策的不认可 宋老师你怎么看 就是现在虽然这一回合结束了 但是美国在中东这个棋局 棋还得往下走 这怎么走 就会不会影响它既定的 比如从中东是一个收缩的这种战略 对 我觉得这是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 应该说更宏观的一个大的变量 就是美国原来确实是想把中东来相对收缩兵力 2020财年是双数年的这个钱已经拨下来 7380亿 是拿这个钱来打造这些士兵 是与大国竞争的 那这些钱怎么花 全是有规划的 可是中东这一个大盘子 你到底牵走多少钱 到底牵走多少兵 现在已经多花了很多钱 比如说4000人82空架车 撒一下掉到中东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船过来之类的 这个咱们就说飞机6架B52 狄格加夏过去了 对吧 然后还要拿出很多钱来做撤抢计划 比如说一旦战端开 首先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工作人员要撤走 对吧 然后科威特 卡塔尔这些驻军 都有可能要加强或者家属撤走 这都是你得把这个钱留出来 这也是我觉得众议院不光是这个案子 不光是要说替伊朗人考虑 他们绝对不会替伊朗人考虑 对吧 你打伊朗人 他是考虑着这个大战 美国的全球利益 对 那么从这件事情来讲 我们下一步还要看 是不是因为苏莱玛尼之死 就变成了这件事的一个拐点 因为美国还毕竟他有更大的利益 在等着他 对吧 没错 感谢两位参与我们的演播室讨论 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结束